张伟丽一晚上绞杀两位国际名将 全把脖子白纹90度连连拍手求饶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巴对局 我们的中国名将张伟丽大战 巴西拳坛姐妹花 麦拉德索萨 维拉德索萨 好的让我们前言少叙 第一回合比赛马上开始 好的您现在看到的就是 我们的张伟丽大战巴西拳坛姐妹花的姐姐 麦拉德索萨 身穿绿色上衣的就是我们的张伟丽 而身穿白色上衣的就是麦拉德索萨 可以看到双方一开始 哎呦这个火味就很浓啊 想跟我们的伟丽打地面 但是小瞧我们的伟丽了 我们的伟丽综合实力是非常的强的 这个在赛前呢 巴西的这位麦拉德索萨 也是说要把我们伟丽这个脖子给勒断 废掉我们的伟丽 让他退出拳坛 我们的伟丽则表示多说无意 擂台见真章 好让我们回到比赛 用摔 然后可以在地上接着打 然后基本上是打伏了为止的 对 还有很多的 我们的伟丽啊 这些年纵横国外比赛 综合实力可以说是非常的强 这个拳伤呢也是越来越高 可以看到面对这个德索萨 我们的伟丽并没有大肆的进攻 而是非常的克制 找时机打 控制的还是比较不错啊 他因为他身高要占一定的优势 对 哦 女孩子 都有抓弹腿 不过 这个半腿 想打一个地面是吧 但是我们的伟丽这个断头台 做的非常的好 防守很不错 应该张伟丽的右腿没有过来 右腿没有过来 对如果右腿过来的话 可以用三交锁 对 先控制住他的这种头部 因为我们知道把人的脖子往下一扳啊 你整个身体是会不由自主的往下走的 我们看看能不能把腿扳过来 现在扳不过来 张伟丽的其实地面的这种走法杂技应该也不错的 看看有没有地面的这种进攻 好的 肘肌可以看到我们的伟丽是以攻为首 开始主动进攻这个麦拉德索萨 麦拉德索萨这个地面打得不是很好啊 看看我们的伟丽能不能找时机打一打战力 可能不容易把镜头发出来现在 对 对 这个杂技地面打 这个 这个我觉得 好的 麦拉主动放弃了地面 看一看战力 但是战力也轻易无法击败我们的伟丽 可以看到啊 我们伟丽开始主动进攻了 这个攻势也是很凶猛 这个现在不好说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 张伟丽自己也说自己自己比较轴 你打战力我就跟你打战力 对 其实这两次并不是说双方谁故意想进入地面 都是因为一些动作的联机所造成的 所以到现在为止两个人 张伟丽也一样 一直在打战力 对 哇 张伟丽的扫 哎呦这个地面有点滑啊 赛方也是不好好擦擦这个地 差点卡着我们伟丽了 这个大腿已经轻直了 对 现在博军运动员的力量都是相当大的 他每天训练都有很多技巧 有很多力量训练 对 现在更细致了 我们看到确实麦拉的左边的支撑手外侧啊 这两个女子选手现在真的是打定信心这个要打战力了吗 可以看到这个德索萨也是有一些慌了 哎呦又是地面 真的有信心跟我们的伟丽打地面吗 从力量上来说这个曼拉德索萨比我们的伟丽 力量上差距大了一些 西法 对 他想拿背 对 他想拿背 有可能 裸脚有了 有可能在座 跑得非常的漂亮 裸脚支持一成 看一看曼拉德索萨能不能挣脱我们伟丽的裸脚 还在坚持 还在坚持 非常的顽强 呦 配手 漂亮 麦拉德索萨啊 真输了 这个第一回合啊就能打成这个样子 非常的漂亮 让我们恭喜我们的伟丽 斩获第一场比赛 好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的是第二场比赛 我们的伟丽大战巴西全坛姐妹花的妹妹 维拉德索萨 这个上一场比赛呢 麦拉德索萨是被我们的张伟丽绞杀了 可是没有想到她的妹妹维拉德索萨 现在要求张伟丽血债血偿 我们的张伟丽是表示 我能勒断你姐姐的脖子 那么勒断你的脖子 也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可以看到双方这个怀味很浓啊 毕竟是有仇 那么面对这个维拉德索萨 我们的伟丽也是表现的很紧慎 直接是打了一个擅长的地面 可以看到这个攻击欲望很强啊 就说这个攻击欲望的 这有仇 devoir的 干击欲望很强啊 有仇领便 你可以看到这很多战争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维拉豆沙萨也不是一个吃素的 尽可能的控制我们伟丽的手臂 非常漂亮的一套杂鸡 这个双方选手将将近打地面 打了有两分钟左右了 对于体能消耗来说很大 可以看到我们的伟丽 也是尽可能避免被断头台 防守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 出事出事 别着急 别着急 下个这儿行 下个这儿行 下个这儿 先把脑袋摘出来 这膝盖 往后来 先知道 两杯 下个这儿 脑袋真的要这儿行 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那么距离本回合结束还有一分钟左右 我们的尾利也是加紧了攻势 可以看到维拉德索萨的这个防守啊 很一般体能消耗也确实是太大了 看看我们的尾利能不能在第一回合就KO这个选手 好的十字顾 但是这个时间好像是不太允许了 不知道能不能控制住这个维拉德索萨 有点可惜了 非常的好 但是这个维拉德索萨抗击打能力确实不错 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比赛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 可以看到啊 两个人都偏向于这种压迫式的进攻 对于缠斗方面也是相差不大 但是我们的尾利很聪明 及时调整了自己的战术 战力既然打的都差不多的话 那我就继续跟你打地面 看一下地面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 可以看到这个维拉德索萨在地面上 跟我们的尾利相比确实差了很多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第二回合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 可以看到我们的尾利也是 一改往日这个谨慎的试探回合啊 直接是开始跟对面拼拳了 好的逼着蓝边 那么维拉德索萨也很清楚 自己现在的劣势在哪 也是尽可能的不让尾利压迫自己 压迫自己这个生存空间 对面拼拳 感谢观看 有一个连续的杂鸡 可以看到我们的尾利 这个进攻明显是加快了 空档抓得非常的好啊 有一个温暖的杂鸡 一个奇称 可以看到我们的伟丽是想做裸脚 非常的好多页下 裸脚成了 来看一下这个裸脚能不能控制住这个维拉多索萨 来看一下这个维拉多索萨 来看一下这个维拉多索萨 这个维拉多索萨 这个维拉多索萨 毕竟我们的维利之前已经打了一场比赛了 这是一晚上两场比赛 可以看到 也是尽自己的全力来禁锢这个维拉多索萨 哎呦漂亮拍手了 非常的漂亮 让我们恭喜我们的维利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这真的是太厉害了 一晚上两位名将 巴西全团姐妹花都为我们的维利以裸脚之士击败 让我们再次恭喜我们的维利获得本场比赛和上场比赛的胜利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 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